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Anne与Lam这个频道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粤剧名领是秦小离 秦小离生于1925年5月13日 死于2005年10月12日 她原名是秦慧卿 在离原的绰号是生坦己 秦小离出生于港西省南陵市 她是著名香港粤语电影演员刘克酸的外甥女 她的师傅是花古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张活游和罗品超这些粤剧雄龄 在广州逃难来到香港 他们寄居在秦小离爸爸秦殷林 所开办的私营英文中学人杰学校的宿舍里面 令到秦小离有机会接触到粤剧 学习北派功架 之后她的爸爸又请了欧阳发 教她北派功夫 学会了耍铜棍 武刀枪 在1939年 广东习技团团长欧阳发 邀请秦小离出席 美国金门大桥的开幕庆典 表演习技 在美国旧金山表演了几个月的期间 秦小离在无聊和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她就去看这个外国人杂艺 刚刚就碰到了一位女教师 训练她远骨功三个月 学会了习技顶水杯 回到香港之后 她又被人提笔 编写这个新派粤剧 《玉震撞龙嘴》 剧里面她是表演远骨功和顶水杯 这些技艺 令到观众耳目一身 因而声名大噪 后来 秦小离又参加了 广州大新天台歌舞团的表演 因为她美艳充敏 所以登台没几个月 就升为台柱了 她在机缘巧合之下 结晰了廖合怀的兄长 当时得令的班政家 雷公勤阿勤叔 而且获聘做余丽真的副居 后来 勤叔还提拔她 加入这个广州大龙凤剧团 做正印花旦 和著名小生白玉堂 花名生就皇的丑生 罗家拳 在1945年 在广州东乐器院首演 推出新派粤剧 《玉山藏坦记》 是改编至《封神榜》的 这个剧里面有一幕 秦小莉穿比肩尼泳衣 用猪片胸围 配上三角库演出美人出肉气 色友拍一跑 和太子恩交 由于她作风大胆 所以声名大噪 连演了七届的大龙凤 除了善于咬腰落到地 和口含酒杯的味泰 作风大胆 她还穿着一些薄沙长衣 半遮半掩 表演雨线舞 属于当年粤剧舞台 非常罕见的 秦小莉在1949年1月1日 正午十二时 就帮香港岛的中环 皇后大道中四十号二楼 电波罐片录音公司 展彩开幕 这间公司当年 在美国引进了两台 很新式的罐络卓片的机器 1951年秋季 去南洋的怡保 吉隆坡和新加坡演出粤剧 整十个月 秦小莉在1952年8月4日 和妈妈和拉妹秦小娇 去新加坡 他们是乘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 回香港 参加大凤凰剧团 秦小莉在1951年6月1日晚 就帮东华三院筹款园游会 在香港岛的北角英囊游乐场 由陆志夫带领舞师 粤剧名领黄超舞参加舞师 而秦小莉就做引领狮子 秦小莉在1951年 下半年都是在南洋马来西亚 吉隆坡一带登台 而且获赠多面金牌 而1951年的12月11日 就在吉隆坡转去 匹匹州首府怡保的大华戏院 跟随电影登台演出了两个星期 之后就去新加坡 搭乘轮船在1951年的圣诞节 跟阿拉妹秦小莉就回香港了 秦小莉在1952年9月2日 就出席香港岛赤柱 盛事提反旧生联谊会 在该会的游泳场馆就举办联欢会演唱粤曲 跟着在1952年11月3日晚7点 又在九龙游麻地街坊福利会举办的 十强桌球二赛 为囚集郑医私药的经费活动 秦小莉以21比18 赢了粤剧名领邓碧云 秦小莉在1952年11月17日下午5时 就去香港上环德库道中244号 大家里酒楼二楼 为摄影比赛攀奖 跟着他在1953年10月26日下午4时 就以大长城粤剧团静印花蛋的身份 在九龙游麻地尼敦道378号 尼敦酒店各楼举行记者招待会 同记者查续报告他的新戏 新西游记的内容 秦小莉又在1954年1月6日晚上 同粤剧艳丹 冲天讽和陈艳龙 帮公展会移卖 秦小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去过南洋登台 但是因为证件奇满 就由新加坡经越南西贡 搭乘国泰航空客机 在1956年5月23日回香港 立刻他又再扮你申请去马来西亚演出的证件 期间他在香港是随影片登台演出 秦小莉在1954年在马来西亚登台两年 回到香港在出席这个八和大集会的时候表示 他仍然会是主要在马来西亚演出 1956年秦小莉组织 利远乡剧团 演出编剧大师唐迪生先生的名作《美人计》 此外秦小莉曾经自组 以罗乡剧团 任正印花旦 亦曾经组织乔雄运剧团 去南洋走浮演出 亦曾经反串生角担演主角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 留言 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 拜拜